你結識這麼兩億兩多一天 期盼來到這天 遺憾絕斷可變 Tap-ti-da-ta-ti-da-ta 為多人物不變 今天阿婷告訴我 Amber有事又再入院 不論她是真病還是假病 你默許跟縱容她的做法 我都不能夠認同 無論你是否要繼續照顧她 對我來說也不重要 因為最重要的是 我們作為醫生和女朋友 我的理智告訴我 你所做的事 完全違背我的原則和立場 我們背道而馳 已經回不了頭 我希望以後大家還是朋友 你好 情郎 看什麼看得這麼入神? 請問要什麼呢? 給我一杯咖啡瓶 謝謝你 好 你怎麼這麼巧上來這裡找我? 不是這麼巧 聽師弟說 你在這裡開了一間咖啡店 所以我特地上來找你醉阿舅 其實我也聽到你最近回來的 我也知道你不會主動讓我 所以我就自己上來找你 我最近比較忙 行了,這麼多年朋友 難道不認識你嗎? 我以前跟Mavis說 你這個人看起來好像很友善 其實對人很冷冰冰 應該叫你做Dr.Cru才對,對吧? Mavis走了這麼久 你覺得怎麼樣? 還是這樣 還是一個人? 不是害人嘛,是阿門說的 阿門? 好久沒見過阿門 我也很想念她 讓她下次找個機會 約她一起吃頓飯吧 那我想你要自己跟她說才行 對面的女生是不是就是多多香? 你認識她嗎? 不認識,不過聽人來說 你好像跟她非一般同事關係 又是你的師弟說的? 看來現在的醫生 只需要向病人負責任 其他人就趕到天花浪放也行 那胡說也要事出有因才行 對,接下來我們會有個家庭會 不如一起吧 是不是你生日派對嗎? 我生日你也記得 當然記得了 是你的眼神 要不要我馬上走 可是我做過手術了 之後不其然用這個顏色看你 無管動, 起雞皮 不, 別看了, 這麼久就能猜到什麼 沒猜 好, 看你收拾東西得這麼辛苦 如果你能猜到, 豈不是約會你? 那我更不會猜 怕猜不中 沒人想約會你 那你以後就要考慮天空 我可以聽著小男人大小見小家族 不, 只剩下我一個? 今天出院, 別說這麼不吉利的事 不斷嘗嘗, 你看你多緊張 你這個腦子是不是真的有事? 還不是普通緊張, 現在極度緊張 我真好心理, 拜託你… 三岸 快點吧 芊兒 對不起, 之前太忙, 現在芊兒來看你 你不會生氣 很生氣, 非常生氣 其實芊兒真的很忙, 又要看著星仔 芊兒, 誰有空理你 我管他,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你明天肯跟我這個兄弟 慶祝生日 原來你明天生日嗎? 幾個朋友坐在一起吃飯 是, 普通飯, 你們很隨便 那預約我? 預約你的禮物 芊芊, 我問了Derek 她說不介意我跟著你和芊兒一起吃飯 是嗎? 你說到時我沒跟大家說我們拍拖嗎? 洋蔥 幹什麼? 我忘了買洋蔥 做蛋糕加洋蔥?有創意 我馬上去買, 我快回來了 真好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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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我會覺得你好像不太喜歡拍拖 不像我這樣 如果不用想將來, 那我就可以享受 別說我了, 你跟Dr.Luck呢? 你是同事, 算是好朋友 其實一直以來他都幫了我不少 這個面具我是送給他做一點心意 不過醫院的人說什麼我就不管了 但是你呢?就別像他們那麼發呆了 我只是關心你而已 其實自從風鈴和鋼琴兩件事之後 我已經很肯定阿輝一直守護我 他也不會想見到我自暴自棄 所以我決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你懂得這麼想就好了 其實我心情已經平復了很多 我只需要多一點點時間 你去完成我們最後的約定 蒙面人拿著眼燈照向那三個人的時候 將他們內心深處的記憶 像投影機般播出來 第一個因為自親死去而憤怒的人 看回自親在生的時候 對身邊的人的慈悲 第二個因為伴侶死去而挾救自責的人 看回伴侶在生的時候 對她的寬容 第三個因為自愛死去而心碎的人 看到自愛在生的時候 對她的成處 怎麼樣…開鼓了 我知道,你說那三個人 第一個就是孫萬月 就是我,第二個就是樂民生 第三個就是向芊怡,對不對? 聰明 聰明 不過我告訴你 如果我姐姐知道她死了之後 她的寶貝女兒被人遺棄了的話 她怎麼也不會對Lokman有任何的慈悲 幸好Lokman叫我來而已 不然我也沒機會吃這個 這麼美味的自家寨蛋糕 謝謝姐姐 我只是隨便做而已 隨便做得這麼好吃? 認真一點就不得了 不過做蛋糕真的很辛苦 不辛苦,有我幫她 我跟她一起做的 你們拍拖嗎? 像阿姨說的 即是一朵鮮花插在牛份上 喜歡吃就多吃一點 下次再做一個 好,等我生日 大醫生,你的生日禮物已經買了 在房間你回去看到 Yanis,你也有 我也有禮物? 當然有,你爸爸有禮物 你也有一份禮物 你回英國等你慶祝生日的時候 我再買多一份給你 好 Dr.香,你預備了什麼禮物送給我爸爸? Yanis,有沒禮貌的… 對不起 不要緊 這個送給你的 之前看你在辦公室畫了一半 就沒有說,我特地畫給你 這個是開心面子 這是什麼東西嗎? 謝謝 你現在還在畫面具嗎? 我記得你以前畫很多 很久沒畫了 打算畫一個送給Yanis而已 想不到這次又是畫了一半 然後又現在不幫我畫了 以前誰幫你畫的? 你媽媽 是呀,以前你媽媽畫很多送給你爸爸 怎麼我沒見過? 為什麼呢?因為我丟光了 你相信人死了之後 會在上面看著我們嗎? 不相信,不過如果是真的也不錯 至少我知道如果我只顧著她的話 我抬高了頭就可以看到她 人死了之後會去哪裡,我無法帶你 不過Maphis會已經在我們的記憶裡 我記得以前我和她一起住的時候 你這裡做妹妹的 一天到晚都想來跟我們聊天 聊到天亮都不肯睡 是呀,我們一邊聊天,一邊吃薯片 吃蝦條,還吃朱古力 害怕好像不夠熱氣似的 你姐姐在旁邊聽著我們聊天 眉眉嘴地笑著你畫那個面具 打算送給Lokman 那時候Lokman畫畫就放棄了 姐姐就拿回來繼續畫上去 我還記得她特地在我面具上 畫了幾顆心形的眼淚 你以為Lokman怎麼說? 她跟你姐姐說,你怎麼這麼多事? 我打算慢慢畫而已 你怎麼說?你以為我又搞不定嗎? 她這麼說也挺壞的 你姐姐根本沒有不開心 而且她說過愛一個人 應該愛她的缺點 她還說很有信心,能夠給她幸福 其實你姐姐愛Lokman 她是包含了慈悲和寬容的 想不到你比我更加了解我姐姐 那是因為那時候我和她 是因為她喜歡同一個人 不過我沒有你姐姐那麼勇敢、那麼寬容 所以我只好祝福她們收成正果 對愛的人要… 慈悲和寬容 我一個朋友也是這麼說的 是嗎?誰? 怎麼樣?兩位,差不多了 好,先進去吧 走吧 謝謝你,沒面子人 我媽媽沒給我燈燈 我知道 但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有這盞燈 那令我們看到 我們的內心深處都是有一份善意 只要我們張開眼睛就能看到,對吧? 明白了,如果真的可以幫你解開心結 我不介意做沒面子的人 老闆,這麼晚了? 你生日,Darling不是替你慶祝嗎? 吃頓飯而已,叫他慶祝完了 還有這裡有商品,裝潮時留下 不如扔掉吧 不要緊,讓我 我們先走了 好,先走了,再見… 好,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 上來的? 老太鄉帶我上來的 是呀, 剛才在資源中心 見了Yanis和Woon 接著來接你下班, 送她上來 說明接你下班一起去吃飯 當然親自來接你 你們做完事就跟你去 你裝不裝? 我不了, 今天有東西做, 下次吧 好 爸爸, 你不喜歡我叫給你吃的心態圓嗎 不是 那為什麼你弄得他成糞便? Yanis, 正在吃東西沒說噁心 爸爸, 不如你教我彈琴吧 你每樣東西都三分鐘熱度 這次一定不會 是, 剛才多多香教我彈那首歌 我很喜歡 你還不記得那首歌嗎? 我小時候聽過嗎? 我只覺得多多香彈得很好聽 Yanis, 你說要去洗手間嗎? 先去吧, 我們快點走了 好 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喜歡了千怡人? 大家是好朋友 騙到自己, 騙不到我的眼睛 如果是喜歡人的話, 就承認他 剛才她教Yanis彈琴的時候 我好像見過Mavis一樣 她彈姐姐最喜歡上樂曲嗎? 她又送面具給我 又有整天彈那種夢中的婚禮 又會這麼巧? 那就是說你們很有緣分 你的心是怎麼想, 騙不到自己 如果你真的對她有感覺 你就承認那種感覺 你今天幹什麼? 父爺, 今天不知道明天事 有什麼想說, 就早點說 免得每天去到天堂姐姐罵我 我覺得你今天好像突然開一條 我承認我之前對你有點偏見 甚至恨你 但後來我聽邱程樂說 關於姐姐怎麼喜歡你 她對你的愛是多麼包容 我就知道如果我因為你們的事 而變成一個充滿仇恨的人的話 姐姐一定不會喜歡 我對你姐姐確實不夠好 姐姐比你更遠 你也不需要自責 如果你覺得對姐姐不夠好 那就下次做好一點 如果你上次愛得不夠 那下次就要愛得徹底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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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芊兒今天有事出去了 你可以喝杯茶, 坐下來等她 好, 謝謝 來, 謝謝 這張請貼是芊兒和阿輝的 本來今天是她們的婚禮日 那芊兒她… 你放心吧, 芊兒她已經放下很多 她知道雖然阿輝已經離開了 但這段時間 她仍然覺得阿輝在她身邊保護她 她知道阿輝想她好好生活下去 那芊兒去了哪裡? 她去了做一個告別的儀式 什麼告別儀式? 芊兒要以她們倆的方式 來作最後的告別 好嗎? 好, 悶嗎? 怎麼搞的? 對嘛, 你彈來看也就是這首 我喜歡嘛, 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這輩子也彈這首給你聽 那我就很快悶死也行 你死了, 我也照樣彈 天天夜夜彈到你上山為止 傻丫頭, 如果將來我真的早走過你 你記住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不用顧著我, 知道嗎? 神經病, 怎麼無緣無故說什麼? 你彈過另一首就行了 彈我一首歌就是一生愛你一個 好骨鼻 百多米 百多馬 比較有很多 百多米 百多米 十幾 阿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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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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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吐血, 立刻準備Salin Full Rate 血管收縮寫, BPI Drip, 配血 多叫特蘇 拖了G.I.隊 我們會跟他做胃鏡子血, 交給我 等一下, 沒事 你急著約我出來, 是不是為了昇仔嗎? 昇仔現在病症很危急 我才急著約你 他還沒等到換肝嗎? 沒有, 但他的肝衰竭已經熱烈越嚴重 我們等不及了 之前我聽阿輝說過 說你和他都不能捐肝給昇仔 我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不如你再試試測試吧 可能有奇蹟, 可能可以… 我是月圓肝炎大菌 我不可以捐肝給昇仔 月圓肝炎? 我約了老公和兒子, 我要先走了 我知道大家對昇仔的事都很傷心 但還是要顧著自己的身體 我們會盡力而為的了 雖然現在越來越多人 接受器官移植這個觀念 而且捐肝之後幾個月 肝自動會生出來 不會影響肝的功能 但無論如何是活體捐肝 很多捐肝者都會有鼓勵 當中二百個捐贈者 其中一個可能會死 這種風險 就算捐贈者願意承擔 他的家人也未必能接受 做得到, 即使手術相當成功 沒有病化症 但也需要兩個月的時間康復 這麼大的犧牲 真的不是那麼多人容易做得到 但只要有一線的希望 我們也要堅持下去 真的不用我送你去機場 我自己去就行了 這張是Dr.Jones的卡片 你回到美國記得第一時間找她 行了, 長氣 我一定會治好病 你也不要為自己治療 失戀哪有得治療 失戀又不是絕症 只要你追回美雪, 就若病除了 說得容易 其實你不嘗試, 機會永遠都是零 我也很希望你和美雪 可以快點站在一起 我心裡就不用這麼內疚 美雪離開我 是因為我令她失望, 與你無關 對, 總之我有事你不用擔心 好好治好自己的病 大家這麼說 謝謝, 享受你 除了我, 去到你吃飯 你不給我吃飯 太多人說真的… 你不肯燒我? 你不肯燒 es 你不肯燒了嗎? 好, 走吧 都叫了你不用送了Andy 而去機場很方便 沒問題, 都不踩得多遠 媽媽, 你有沒有叫爸爸來接我們的機 叫了, 她還說無緣無故突然跟著我過去 阻礙我們拍拖 我看她在那邊這麼悶, 才陪你們 美雪, 你臨時臨急說走就走 要不然我這麼巧去家找你 我也不知道你要走 我一向都想放假休息一下 美雪, 你打算什麼時候才回家? 還沒想 嘉嘉和杰仔說 等我結束了最後一回合的實習 正式成為醫生 他們就會補教派對, 一起慶祝 到時候你回來了吧? 這麼久的事, 怎麼能說了? 但是你這麼久還沒回家 有人會很怪你 那倒是, 聲音不出門走出去 不太好 想爺爺早就批了我嫁了 你知道我不是說醫院嗎? 跟別人說一聲吧 對啊, 我不覺得有這個需要 呂少益, 馬上跟你老婆請假 出去給我喝酒 我都說了我回大陸, 開搜紋 你昨天就打過來吧 你今天又有貓成這樣? 我哪有羊貓? 拜託你, 不要吃不爛泥, 好不好? 滴氣心肝, 追回美雪 你是不是敵人? 這麼多話說, 你出來喝嗎? 你怎麼會這樣? 你到底在哪裡?你別走開 我叫他一件口來找你 你別叫我一件口來 他一定是站在他耳朵那邊的 一個人都是老婆路 呂少益, 我告訴你 你別打算找一件口來騙我 Ben, 我是阿婷 你看到我的訊息嗎? 美雪要走了 他今晚就坐爺機去英國 要幾個月才回來 以免要走? 對, 你快點去機場找他吧 謝謝, 別喝這麼多了 好, 幸好及時被人發現 老婆缺氧超過三分鐘 我幫你開刀了 我有分數 你有分數?你的分購得變成負數了 我拜託你滴氣心肝哄美雪就沒事了 你教我怎麼哄?你覺得可以嗎? Ben, 你沒事吧? 你沒事的, 你怎麼知道我出事? 對呀, 剛才我發問我都見到你 這麼奇怪?難道有人報料? 醫院有人跟我說有多奇怪 現在美雪不在 但我有責任看著你 美雪還會關心我嗎? 你真的想別人關心 是不是應該得起心蓋去討回我妹妹? 你們倆說話這麼遲, 康復嗎? 康復就別分居了 也很遲 沒有這個什麼事? 都遲 你們餐廳改了名字嗎? 是的, 我們餐廳改了老闆 所以改了名字 不過東西跟以前一樣, 請慢用 謝謝 德德兵 葉美? 你好… 你好, 這麼巧, 你又來香港玩嗎? 這次是陪我老公出旅程 但留幾天就離開了 對了, 你現在真的怎麼樣? 寶寶還不錯吧? 我們也很好 謝謝Dr.Fan你當天救我們倆 這是我的內事 是的, 我給寶寶這張照片你看 好 好可愛, 肥嘟嘟, 好像你 下次我帶他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們再約吧 好 那好吧, 我不妨礙你了, 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喂? 喂, 醫生 冰姐, 你這麼好打給我? 是的, 你收不收到我寄給你的 土橙還是橙? 橙?我沒收到 那應該明天就到了 你記住吃 是我親手種的, 很甜的 你順便幫我給你錢醫生和張醫生 當我感謝他們之前治好我 不過我最想感謝那個人都是你 好, 那你保重了, 遲點見 再見 再見 好精彩, 其實有甚麼事令你堅持跳舞呢? 當初我知道自己的腦有事 以後都走不到, 真的很灰 但幸好我有一群在我身邊 很支持我的隊友 好, 還有, 特別感謝范子瑜醫生 是他令我有勇氣去面對 勇敢去面對新的人生 對不起, 醫院有你做遲了 你特地遲到的, 古古畫畫的 是不是你安排葉美、冰姐 還有Justin 他們三個用不同的方式來感謝我 你說甚麼? 還裝模作樣? 如果不是你做的 怎會一天之內有三個病人 同時跟我說感謝? 不是這麼巧合吧? 加上這個就不是四個嗎? 今天報紙, 昨天的作品 《G4Girls勇奪精文比賽冠軍》 公開謝謝你 不是真的這麼巧合吧? 就是這麼巧合 瑜姐, 帶你去一個地方 去哪裡? 去到你便知道 你真的很神秘 是否之前我考得你多 你現在考我嗎? 沒有 無緣無故要我來這間餐廳 看到葉美、摺冰姐的電話 看到Justin 餐廳改名LANEG 甚麼意思? 總之你跟我來 是L-A-N-G-E還是A-N-G-E-L呢? 到底是甚麼? 不用猜了, 到了 Angel 天使, 是天使 魚仔, 收禮物時間 你看看, 對我來說 你就是天使 一直在我身邊守護著我 你還不承認 所有事都是你安排的? 你相信我了 除了剛才的魔法時刻之外 其他所有事都與我無關 其實你應該相信自己 無論是心胸肺外科還是病理科 你一直都是病人的天使 你造就這麼多奇蹟在病人身上 現在奇蹟在自己身上發生 不奇怪 你的嘴巴何時變得這麼甜? 不是 雖然我好像造就了奇蹟 但在過程中, 我也有掙扎過 好似你為了救燕美和我寶寶仔 你被人隔離 你為了守護我 決定和我分開和轉方園 雖然每個決定都有痛苦 有所犧牲 但如果讓我重新選一次的話 我依然會這樣做 你治好我的病 令我明白到要令愛自己的人放心 就一定要先照顧好自己 那你應該明白守護的真正意思吧 Aiken, 只要你認為是對的事 你放心就做吧 不用顧慮我和婆婆 下次怎麼做 其實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肝 真的很難 在一百個肝裡 我們要排除肝炎帶菌 還要移入HLA 通常只剩下幾個肝是適合的 再加上活體捐肝始終風險很大 到最後關頭 醫生也不會建議病人用會人的肝 所以肯捐和可以捐的人 數目真的不多 但機會多渺茫也好 好, 我們盡理而為吧 前醫生 阿滿, 回來覆診嗎 是呀, 剛看完, 沒事 你換過新的 記得去聽話定期覆診和食藥 知道了 你好, 你認不認得我 我們見過面了 當然認得 你穿醫生服和婚紗都一樣漂亮 小姐沒事吧 你怎麼這麼巧 你現在站在這裡 就是我和太太相識的地方 我太太每年都會寄封信給我 我才會拿來這裡看 是 那你太太她現在… 她一命過了一生路 醫生是她生前寫落的 告訴我回給我們一起離開新日子 她離開了你, 你是不是很難過 難過一定會有 我和她一起生活的時間雖然不長 但已經是那些新人情人福的日子 如果你當日和一個沒有病 健康的人在一起的話 你幸福的日子一定會更加長 但生到病死, 是人生必經的 就算你現在沒有病沒有痛 也不要證你可以長命下事 但如果有些事我早就知道 我只是想避免傷害一個我愛的人 如果你都愛她的, 你要知道 想愛她的不是你有沒有病 而是你有時候她不可以在你身邊 我還記得她留死之前很辛苦 但還很溫柔地安慰我 因為她不讓我那麼傷心、那麼難過 我覺得她仍然在我身邊守護著我 沒有離開過我的 她守護著你? 是, 就算她不在我身邊 她也用她的方法去守護著我 她的心跳停了, 她的愛沒停 你還給我幸福嗎? 聖鶴, 你還有時間 我會珍惜你身邊的人 儘量給幸福 時間不早了, 要嫁就快點嫁 魚仔 魚仔, 我知道你害怕什麼 從籌備婚禮開始 你已經很害怕了 我心很熱, 很想逃避 但是今天我們結婚了 魚仔, 你是不是想逃婚, 是不是? 我說過, 沒人知道生命的長短 就算我們做醫生 也不能夠保證自己長命百歲 所以結婚的世事裡 沒說過要保證白頭盜老 但是就要保證 無論是健康或疾病 對外對負病, 都要愛對負病 我再問你一次 你願不願意嫁給我 我願意 其實說起上來, 我要謝謝你 要不是遇到你的 我和你先生就未必可以結成婚 其實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 我證婚人救了你 但是你救了我的婚禮 你說這個世界多麼神奇 神奇的不僅此, 還有一件 范醫生的先生就是張一見醫生 我相信一切都是有恩由 你認識一見頭的? 阿孟的太太之前肺癌入院 然後擴散了入骨和腦 轉了去神經外科 是一件頭負責的 我太太最後那天 多虧張醫生悉心照顧 才能走得這麼安長 我知道一定是我太太 叫我回來代她多謝張醫生 所以那天我們才會遇到 老公, 當日逃婚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人 她說了她夫妻的故事給我聽 令我明白到 假如其中一個人才走一步 她的愛仍然可以繼續密密守護 滋養對方 所以我決定由今天開始 每個月我都會寫一封信給你 把我想跟你說的話留下來 即使我已經不在你身邊 你也可以繼續收到我的信 繼續有被愛的感覺 用另一種方式活下去 我會寫一封信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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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勇敢偏意断气 情人们一呼一吸 相爱到底结局或同样 仍想将你我这望 现得更理想 能修补即管修补 不要再想再一刻云变缺氧 熟悉的歌曲等于你 可否改写得更理想